民国贵族女子老照片 各个样貌俏壁 涂涂像一位当红女青民国上海最为耀眼的白富美国婉领 她一辈子都保持着阳起的下巴 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都要拥有精致的生活 大学毕业后 郭满英嫁给清华毕业生吴玉湘 丁子虚的后代 此后的人生即便受尽了百般折磨 但她始终保持着自己优雅的姿态 民国第一交际花唐英出身名门 曾在中西女厨学习了三年 她的举手头足尽显风情万种 优雅贵气 她甜美的嗓音 前卫的衣着 秀外贵宫 擅长昆曲 中英文的水平都很杰出 艺术造诣也很高 而这位优雅了一辈子的名媛 收获骨子里的高贵与典养 1947年9月 36岁的钱薛玉森与28岁的蒋英 在上海黄浦江畔那和平饭店 举行稳重的婚礼 二人堪称金童玉女的存在 蒋英是蒋百里晚兴时期的秀才 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 军事教育家 合作藤屋中的三女儿 金庸的表姐 浪漫诗人徐志摩的表妹 她年轻时的颜值颇向 当代女星赵雅之 林辉音不仅是诗人 更是一名拙热的建筑师 也是中国女人史上的一棵长青树 永不衰败 永不凋顶 这位民国家人年轻时的颜值颇高 清新脱俗的气质 得体的穿着 造就其独特的魅力 令人为之清新 祝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款全归所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